接下来又要见到一位老朋友黄博 6月12号黄博现身苏州宣传自己首部自导自演的电影《一出好戏》 你知道有黄博在的地方总是不发惊喜 来看看这一次在苏州他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来到苏州 黄博入乡随俗 在车上就开始拿起绣圈 尝试带有一出好戏字样的苏秀创作 除了苏秀 黄博还带来了一段苏州平坛 电影早早出过一首宣传曲叫做《最好的舞台》上了今天的春晚 苏州的观众对他进行了改编 平坛版的调调是这样的 不过这下可难为了要在一旁合着唱的黄博了 只是说好的稍微一点就可以进入状态呢 我的舞台 听众不得的帅 没事 我们已经感受到您的努力了 为了宣传这部心血之作一出好戏 黄博不仅提前两个月开始录演 就连当天的水瓶都贴起了电影的海报 可以说相当拼了 辛苦归辛苦 在和观众的交流中 不少拍摄花絮也再度浮现 黄博透露那会儿拍摄最头疼的就是天气 电影的情景设定在荒岛野树 片中自然步伐一些原生的场面 只是没想到其中一位主演张艺兴 有一个软肋 去了以后我说哥我有个事没跟你说 我可以不接触鱼吗 我说我们整个戏关全都是鱼 你怎么办 然后是天天天天各种跟鱼打交的 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把那个视频物料放出来 它如何见到鱼的崩溃 以及我无数次给它建立起信心来 我说鱼没事 反正一咬就OK了 生鱼也是一样的 做导演就是要有各种事情要处理 不知道重压之下的黄博 有没有崩溃的时候呢 我一开始以为 弄大家的一拍戏 应该会把聚集黄博吧 后来发现 竟然没有 竟然没有 我自己腿清了好几下 我自己拍了 我于新天地苏州采访吧